同样投120寸的画面 不同投射笔的产品要求的距离也不同 远距离投射画面的产品被称为长焦投影 通常投100寸需要2米66到3米16的距离 近距离投射画面的产品被称为短焦投影 通常只要2米5即可投满100寸 除了长短焦外 还有另一种投影 它们只要距离屏幕几十厘米 就可以投出100寸的画面 这类投影被我们称之为超短焦投影 超短焦投影能像电视一样摆在电视柜上 不需要投影的预埋走线 画面不容易被遮挡 也不容易被光源闪到眼睛 最大最直观的好处 是可以在有限的空间距离内 投射出更大的画面 除此之外 同样是机器本体发声 长焦投影一般都是摆放在我们的侧面或者是头顶 这就会导致声音传来的位置就有点怪怪的 而超短焦投影的声音都是从画面的附近传来的 无论是体验还是外界音响走线都会更加的友好 既然超短焦投影 相比长焦投影有这么多的优势 那为什么一直没有普及呢 首先超短焦投影都使用超广角镜头 超广角镜头有着5倍于普通镜头的放大倍率 往往都采用更多的光学镜片 相比普通镜头想要画质做好 减少积变 减少亮度损失 就需要更高的精度规格和价格 同样是万元可以买到大部分品牌的长焦旗舰 但万元级别的激光电视 基本上也都是入门产品 激光电视虽然也是超短焦投影 但从价格来说 其他品牌推出的都是激光电视 而不是价格亲民的超短焦投影 美国著名五星评论家麦克阿瑟说道 不是超短焦投影买不起 而是长焦投影更有性价比 都知道坚果今年的迭代速度非常的快 一直在不停的刷新三色激光的价格 像目前的N1Air已经卷到了3000元 据说双11还会干到2000多元 那它的超短焦产品肯定也不会例外 旗舰机偶尔Ultra的售价也将会控制在万元内 还有一款更加亲民的超短焦投影O2 价格也直接下探到了3000多元 先来看一下坚果的超短焦投影 和其他品牌的超短焦投影产品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体积方面更加的小巧 这是在亮度功能画面都没有阉割 或者说是更好的前提下 这台机器还解决了很多激光电视的缺点 比如说大部分激光电视 投视画面到幕布的同时 画面还会出现在天花板上 这是因为激光电视和画面之间的距离过大 投影中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Offset 目前激光电视最小 基本上只能做到140%的Offset 但这台O2 Ultra却把Offset做到了120% 这也就意味着即使电视柜很高 也不会那么容易出现仰着脖子看电影 和画面投射到天花板上的问题 同时O2 Ultra还有一个电动微云台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来电动调整画面的高度 通常想要越大的画面 就需要越宽的电视柜 即使是120寸也还是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 去订做合适的电视柜 所以说激光电视也只有副歌才玩得起 那这台O2 Ultra的投射比达到了0.18 这应该是行业最小的投射比投影了 更加的不挑环境 同样的距离O2 Ultra的画面可以投到这么大 讲完了体验 我们再来看一下显示设备最重要的东西 画质 我们使用自定义模式 白色画面的亮度为178尼特 亮度天地榜排名第14名 亮度表现非常的优秀 作为一台超短焦投影 在镜头的损失下 亮度已经可以和长焦投影一较高下了 日常我比较喜欢使用左边的莱卡模式 因为画面层次等方面的调校都会更好 那这次也是忠于妥协使用了一些人推荐的自定义模式 大部分投影为了更清晰的画面往往都会拉高锐度 如果外接播放器因为UI界面没有进行优化 部分小字体的画面就会出现翻车的现象 使用自定义模式可以适当降低锐化 以获得更舒适自然的4K画面 对比度方面我们关闭动态开关功能 偶尔Ultra的开关对比度达到了惊人的2045比1 对比度排行榜排名第7名 在这个价位上也属于是一记绝尘了 偶尔Ultra还增加了可变光圈 对比度最大可以达到2800比1 因为使用的是三色激光 所以也拥有目前最广的色域 唯一的遗憾是三色激光依旧还有色散方面的问题 远距离下也还算可以接受 全新的十字导航OI界面更便携的交互 可以让你拥有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强烈希望长焦投影也可以使用这个系统 偶尔Ultra有着超短焦的形态 加三次激光的光源 其本质就是一台激光电视 但坚果并不想把它叫做激光电视 而是叫做坚果超短焦投影 激光电视市场也这么多年了 完全可以叫做激光电视 再贵个一两万 但坚果今年一直做的 都是真正的把产品做到了性价比上 最后我们再对产品的优缺点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是一直非常不推荐激光电视和抗光幕的人 因为激光电视抗光幕在有益的同时 也多多少少存在前面这些弊端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激光电视有什么推荐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对很多人的需求来说 最适合的产品还是超短焦投影 比如说家里有孩子追求护眼安全 注重美观融入客厅装修 不外接音响距离受限等用户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偶尔Ultra在超短焦投影的价格 以及体积功能体验上都卷出了新的高度 也解决了很多激光电视存在的痛点 还有墙面色彩自适应 凭整墙面调整的功能 无论你是白墙还是普通电视柜都能得到一个不错的体验 这款产品无论是做工还是画质都是目前激光电视中的一流水平 当然也不是完全完美的 体验下来也存在很多 例如色散等方面的问题 技术回应上市都会进行优化 激光电视发展了这么多年 真正让我满意的产品 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没有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价格和体验一直都无法匹配 这台偶尔Ultra超短焦投影 对于激光电视或者说有激光电视需求的用户来讲 绝对是一台合格值得推荐的产品 甚至从激光电视的弱势画质上面来讲 性价比都非常的不错 偶尔Ultra的镜头有着非常通透的画面 超短焦投影做出长焦投影仪的画面 必定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也算是让我看到了超短焦投影的希望 感谢观看